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回忆总历历在目 陪伴我沿途 每一步 追尽了风声寒暑 天配的思念 却更坚固 相同月光 照在彼此肩膀 就算天各一方 也能静在心上 一封过往 满天星何寻你的远方 让海茫茫 心跳为你变滚烫 让命运在仰慌 换不住我手掌 让灯红和遗憾 远却过在圆满 让狐狸 找到对的人 一场 换彩人像视频 OPPO Reno6系列 邀你观看更多精彩 我们跟露鸣哥比马球 大家都是女子 我连马都没碰过 怎么打马球 是如此没错 事情本来就是郡王爷 与小满的家事 我们若是贸然参与 只怕也是不好 对啊 大家都是女子 难道小满被人卖了 还真有人高兴不成 这世间本就对我们女子 有诸多不公 难道我们连自己人都不帮了吗 要帮你帮 反正我做不来 光顾之后他赌气了 哪知道 他根本就是长在马球场上的 都怪我 我就是乡下脑子 笨得要命 小满 对了师兄 你之前的事情解决得怎么样了 解决了 我的事 你别操心 既然燕娘这么做 你的事本就该由我来负责 你是我的师妹 亦是静女阁最用功的学生 我好歹算你半个先生 绝不会对你不闻不闻的 你放心 赵孝千 她暂时动不到我 你李师兄 也不是白衣书生一个 小满 先生 你的事我已经听说了 学生给先生丢人了 怎么能说是丢人呢 你身为妾室 本就命不由己 听闻你在老学斋 要与郡王比马球 其实 我连马都不太会骑 就是一时上头了 请先生见谅 如何见谅 既然命运已然不公 对此妥协 就是对自己的不公 孔子将女人与小人相提并论 那身为女子 便更要时时刻刻 以君子之道来三行五身 说过的话便要做到 自己的命 也要自己正出个虔诚的 但求无愧于天 无愧于地 更要无愧于己 你可知道 敢问先生 何为无愧于己 昔日 傅好带夫君征战沙场 平阳昭公主镇守天下雄冠 他二人皆为仰仗夫兄 世人常言 女子如同万 攀附乔木而生 这乔木便是父兄子嗣 但我天下女子 与男儿又有何真正的区别 区别便在于 女子不争 不敢 以为顺从便可日后顺遂 可顺遂与否 皆掌握在别人手中 皆来之时 时之无味 天助自助者 今日 倘若你为自己占了出来 那日后便是失败了 你也不会后悔 可今日 你若是退缩了 妥协了 那你的命便不再是你的命 先生的意思是 让我去争取自己的命运 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 倘若你心性坚定 你便是道 学生明白了 先生 有大胸襟 大气魄 我先去看一下他 小满 小满 诸位小娘子 我知道 也许诸位小娘子们都在想 谢小满到底怎么了 会被君王爷厌弃 甚至到了发卖的地步 其实 其实我也想知道 究竟怎么了 谢小满 会走到这一步 今日 我也不怕大家笑话 就全书与朱军听 我曾想一辈子生活在渝阳里 农忙时 种种桑树 农闲时读读书 嫁一个好人家 好好的过日子 一辈子平平安安就好 可是这个世道 偏偏对女子十分苛刻 我也不瞒着大家 当日 我的确与君王爷共处一夜 那是个意外 可是我这一辈子 因为这一夜就全都变了 现在的世道 女子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 夫去了又从儿 我一直喜欢读书 因为读书可以明理 可是若是我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掌握 明理又如何呢 若一直生活在女界中 恐怕只会越活越痛苦罢了 我们女子 哪怕如我是个妾室 又或是个女婿 甚至是小张台里那些姐姐 我们不是玩意儿 不能被人揉扁搓圆 扔来扔去 我们读书又是为了什么呢 自从进书院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如今 我似乎也想明白了一些 也许就是要这般痛苦 这般苦难 我们才能想明白 我们也与男儿一样都是人 我不怕与谁斗 我只想谢小满这个人 有尊严地活下去 今日拜托诸位的 不是同窗谢小满 只是一个女子 谢小满 我帮你 天下女子皆苦 我们可不是什么 头发长见识短的妇人 也让陆明阁那帮小子见识见识 咱们也能堂堂正正 和他们打一场马球 送我一个 你送我一个 送我一个 我们也帮你 当然 我也帮你 川小潜 你说你这是干吗 大家都是朋友 这以后见了面 谁脸上我得去了 这女国那边已经答应小满了 可即便是这样 他们赢的可能性也很小 你不该这样 是啊 汉尘 不要让自己后悔 我已经后悔了 后悔自己娶了她 驾 驾 师父 臭小子 你有哪根筋不对啊 过来找我 是来喝酒的 还是来射尖 一 好 二 好 三 好 四 好 一 好 二 好 这一戒 是得很有决心嘛 好 好 等你这三天两头的 往我军营里跑 意欲何为呢 是想加入我雄街营吗 还是继续我去五江府啊 师父都听说了 那可不 小郡王要么解释 这五江府谁人不知道啊 那师父觉得 我该怎么办 刚教你牺舍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过 男人 若志在山河 必须有大雄金 由之我返 二丈俱升 行军者罪计我之 你若志在山河 那凡事便需有所取舍 师父的意思是 让我放下 男人嘛 拿得起放得下 你若想走出这小小的无江府 那么在此地 就不能有任何的眷顾 我认为你 好 来 园外可助我脱急 当然 那夜娘愿假 希望园外不是骗我 以正妻身份 娶我进门 你当真是答应了 夜娘 你放心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我保证 绝不再娶妾天之 等你的机器下来 我要堂堂正正 让你做我的正头娘子 严知府 祝航手脱急一事 您必须助我 今天神想良子又递帖子进宫 说是要面见圣 这一个月内都递了多少次呢 怕是又是为了那巨鹿郡王的事 我就不明白这沈尊府是怎么想的 赵孝迁在吴江纳了妾 一点脸面都没给沈家留 他却还想着把令娘嫁给她 只怕是令娘自个儿忘不了 您忘了 令娘和小郡王自幼一起在宫中长大 官家又曾经对二人口头有过婚约 小郡王闹这么一出 变毒已经是满城风雨了 这令娘宁愿折了面子 一点也没松口 只怕是 只怕是不愿进宫伺候官家吧 令娘姐姐要进宫 皇上驾到 免了 昨儿孝泽还说呢 他这孟子啊都快背得滚瓜烂熟了 也不见你爹爹来烤笑 在写什么呀 这句谷之人愚民邪乐 故能乐意 当作何解啊 说的是 周文王修建灵台 对百姓们说 你们慢慢修 百姓以为是文王关心 就修得更加卖力 然而等到完工后 周文王却在灵台里享受 百姓才知道 只是周文王一个人要在里面享受 所以这句话说的是 文王 文王要与百姓一起 愚民邪乐 是说君王要广施仁政 与百姓修其余共 共享欢乐 读书还是要再扎实一些 万不可管馈离策 昔日汉塵读孟子的时候 那可是下了死功夫的 不仅要熟记 更要参透其一 好好向哥哥学习 这 知道了 中书省又送了很多折子 朕就不在这儿多耽搁了 后院的桂花要开了 你们娘俩得空去瞧瞧吧 不必送了 这太子温书吧 公送陛下 二生公送父皇 皇后娘娘 这沈小娘子的是 不见 进不进宫 哪是她说了算的 圣人想让咱们令娘进宫 那不是毁了咱们令娘吗 那关架都多大了 咱们令娘才多大 不行不行 我嫁给你不是为了让我闺女受苦的 我不管 已经跟官家说 咱们令娘已经定亲了 定什么心 她赵孝仙在吴江府直接纳戒 这是打咱们的脸 也打令娘的脸 你都当了这么多年的高明夫人 你怎么连这点都看不懂 圣人为什么不肯见令娘 知道吗 圣人已经决定 把令娘带进宫去了 但是现在宫内的情况复杂 张贵妃和圣人争宠 却西夏无子 圣人手中掌握的是太子 而徐相又攀附着太子 这变都的势力错综复杂 明年咱们君父就要回来了 圣人的意思 是让咱们沈家提前安置好 你不让令娘进宫 难道让她去东宫啊 那你的意思是 要我的令娘 给你们沈家铺路了吗 我们是在阴世家 不是泥潭里爬上来的无名之辈 我们摔不起 还有最后一刻钟了 大家千万不要放弃 一定要坚持住 虽然陆明阁那些人都是长在马背上的 但是咱们千万不能输 小娘子们今日的恩情 小满都记在心里了 待来日 若是小娘子们被这个世道不公已淡 小满一定第一个站出来 要不我们一起背首木兰词吧 重量气势 好 鸡鸡赴鸡鸡 木兰当虎之 不闻鸡主声 闺闻女看心 阿爷五大儿 木兰五长兄 愿为施安玛 从此替爷争 朔气传进拓 寒光绕鸡鸡 将军百战死 壮士十年归 雄雄雄小巫朔 此物也迷离 双雄帮你走 安能便我赤雄子 改问姐姐 这府中是怎么回事 谢娘子 那个 我 我还有事没有做完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驾 驾 驾 刘鸡 得近点 再试一次 驾 怎么回事 驾 驾 驾 他在干什么呢 今天下午 他买了几本马球书 估计这会儿 正练着呢 爷 这夫妻也没有隔夜仇 不行您进去吧 说不定一高兴 这疙瘩就解开了呢 解开什么呀 他都已经打定了主意 我都把话放出去了 这世上若是所有的疙瘩 都这么容易解开的话 那我 登先生你别睡啊 你帮我看看 我刚才的动作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这一页 怎么感觉怪怪的呢 是吗 你干嘛 你干嘛 你先出去吧 你要干嘛 我告诉你 我们静女阁 好多闺秀 都是马球高手 不会输给你们 陆明阁的小子吧 你今夜一直练马球 对啊 我练得可好 你就这么想离开我 说话 你要干嘛 是你自己要卖了我 是你先不要我的 我把你卖了 你不知为何吗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以嫁我为妻 去暗中帮李肃的忙 你把我当什么了 你让我郡王的凌王 哪放呢 说话 放开我 是 没错 我是因为担心 李师兄出事 所以才抄了谍报 因为李师兄 他帮过我 李师兄也好 有父子也罢 是他们告诉我 女子也可以读书名领 也有自己的 康庄大盗可走 可你呢 赵小谦 我感激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也试着偿还你所做的一切 可我是草剑吗 我又犯了什么滔天大错 你不顺心了 你便要卖了我 赵小谦你要卖了我 所以你说我为什么要喜欢 我为什么要喜欢一个 拿捏我命运的人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我决求你放开我 放开我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日后离开我 好好照顾自己 别再强出头了 如果你遇到的人不是我 恐怕你这条小命在哪儿都不知道了 你知道吗 我也很讨厌我自己 世间这么多女子 为何偏偏就是你 你这个没心没肺的谢小满 是有一些口昂的 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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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家来人了 要把县娘子带走 赶走 这不太好吧 毕竟是县娘子的母家 这些事还需要我教你吗 再来闹事 封了苏承机 不得那些人 弃刷 李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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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愿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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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有二百两银票 还有一张地契 马球赛之后小满跟了你 你放他离开 地契还他 让他再也不要回吴江府了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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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步 追尽了风声寒暑 偏培的思念 却干坚固 相同月光 照在彼此前方 就算天高 也能静在 在心上 一风过往 那天是可惜一大 人海茫茫 是天为你昏淡 明昆不会也没吃饭 连命运在阳光 攀不住我手掌 让灯后和遗憾 远迟过再更难 让故意 找到对的人 雨伤 满天星河寻一道 远方 人海茫茫 心跳为你便滚烫 任命运在摇晃 翻不住我手掌 让灯后和遗憾 远缺过再温满 让灯后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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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下 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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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长 是行州啊 这么晚了还没回去 我是专程回来找您的 山长 明日马球赛 势必无法更改 可是若想 事情不要再愈演愈烈 这马球赛 一定不能有结果 所以 行州想请您 想办法终止明天的比赛 我自会另有安排 来化解此事 即使要化解此事 便不能再横生祸端 你要想清楚 行州明白 姐姐姐 来 谢谢 诸位雪子 此次马囚小册 为白鹿书院开办以来 首次男女对战 未开先河 望诸位恪守规则 赛之以礼 胜之以计 切莫悦举 比赛开始 击求入门者即得愁 先得三愁者胜 开始吧 下 爹 伊 上 好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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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臣 接着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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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姑 当心啊 别摔着 废话 让你滚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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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明阁先进一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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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明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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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别气馁 我们接着打 陆明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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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明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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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小马 交手 交手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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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不用你管 这次考核我过定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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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计划 袣 驾 明姑啊 陆明阁二丑 驾 驾 是你自己要卖了我 是你先不要我的 你知道吗 我也很讨厌我自己 世间有这么多女子 为何偏偏就是你 你这个没心没肺的谢小满 小满 别发呆了 马上就要开始了 还有一球 还有一球 我们就要分开了 韩晨 韩晨 你干嘛呢 要开球了 要不明日再战 等一下 这雨 瞧着也不小 诸位也都歇一歇 二仇贤记下 香燃到哪儿 便折到哪儿 明日再战 走 走 姐 姐姐 让我的女主家 灯芯呢 灯芯今儿一早就被送回来了 我有法子 咱们走吧 好 快走 你方才哭了 明姑啊 明 这 这 今天怎么这么臭 我不就进来个球 真是 韩晨 你下这么大 就赶紧走吧 A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没有重点 拖云烟飞进你眼帘 代替我出现 目送细细嚷嚷的街 别哭着脑离别 生生年龄别一眼秋水望穿到今天 夜夜念思念冲击梦里怎么成绵 情信念心动的情节 时光流淌一整夜 生生年你你难得从前回响在耳边 夜夜念重逢的瞬间 擦肩那天 我们就已是永远 生生年龄别一眼秋水望穿到今天 夜夜念思念冲击梦里怎么成绵 情信念心动的情节 时光流淌一整夜 生生年你你难得从前回响在耳边 夜夜念重逢的瞬间 擦肩那天 我们就已是永远 我们就必须 understands 22 Fehler